有你幸福 梦中花端尽足 好幸福 感恩导师 感恩导师 感恩现场的超马家人 以及在场的超马家人 我感恩今天的主持人子题 让我有分享的机会 大家晚上好 好 我想人生的际遇 因为你做对的选择 所以你的人生彩排 会在下一秒奇迹连连 真的 美丽非常感恩 因为有一个机缘 然后进入超马系统 那我感恩我的建能就是 子昂姐跟仁德哥 他送了我这一本 超级生命一秒这本书 那当时的我呢 也透过像这样的 爱与感恩分享会是大型的 那我那时候也靠奇的去听 发觉听到很多的分享者 真的很多的尸体 在他身上发生太奇妙了 那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就是我跟我女儿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说 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 真的是有一个叛逆期 但是当家长还没有智慧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办法说 要懂得如何去带领他 那我觉得说很困难 是说怎么办 我也没有对他不好 然后每天那么的爱他 那么的疼他 为什么他对我那么的无力 那我觉得说 这个问题真的困难 我很久很久 那刚好在这个 类似这样的大型感恩分享会里面 我听到一个很像的说 因为做星法步骤123 很快的 他跟他女儿之间的问题 很快就解决了 然后当然是你要做 步骤星法123的时候 你必须先把这本书看完 或者是看过第七章之后 然后你才能做星法 那时候我听完之后 我就很快的把这本书 一天的时间我就把他看完了 那看完之后我就连续 就是每天做步骤星法123 很妙喔 我才做一个礼拜而已 我的女儿 我很记得很清楚 我的女儿 我坐在那时候坐在客厅 她从她的房门走出来 是没有预警的 然后她走出来 到我面前跟我讲说 妈妈对不起我错了 如果我以后 有什么样不对的地方 请你跟我讲 我那时候也在马上飙出来 非常的感动 我说怎么会那么快 而且她是没有预警的 跑来跟我讲这些话 我也没有敲她 你看她这星法 这么多数3 而且这么的快 那我就说 因此我就很笃定的 在超级生命码这个系统 好好的去学习去实修 那接下来的 超级生命码这个系统 因为我在实修的过程 比我女儿 大概很多很不一样的奇迹 我女儿因为超级生命码这本书 还有那本小本的疗愈权力 在她求学的过程真的是帮助她很多 她每次去考试 只要带着疗愈权力那本书 就是这一本小册子 翻了她的书包 每次考试 因为她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 然后我就想说 她连点考都不读书 怎么可能考得过 很妙喔 她去考完试之后 放访出来全部都通过 然后她也很顺利的去填写到她的那个大学的志愿 我觉得说超级给她的那个太多了 再来就是我女儿有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她跌倒受伤 然后她手不往后这边是脱臼 然后她去看医生 不只脱臼 因为她收伤得还蛮严重的 然后医生告诉她说 你这个手腕这个地方 她必须要热敷一个月 然后那是我第二次陪她去敷手的时候 然后敷完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 我的背包里面好像一张 一个小的感恩室去记得那个小张的贴纸 我就一个灵感一来 就马上把她贴到她敷完要的那个 那个工袋上面 这要多神奇吗 我女儿有跟我说 妈妈 怎么会像那个温泉的热度一样 一直扩散出来 就那么妙 她说妈妈 怎么可能 然后那个度度真的一直太拓散 得天 她的手竟然好了 不用恶负一个月 就得天而已 她也不觉得说她的手有受伤过 我真的是觉得太感恩了 充满了很多的配套真的是 不仅我们受惠 也受惠到我们自己的家人 那再来也是因为步骤心法123 跟你也改善了我跟我婆婆之间的一些 和合和一些佛喜之间的问题 真的都是她心话去完成 而且真的很明显 让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过年 每次要回去过年 她会心里很忐忑 想说不是自己的妈妈 但是就会有一种 一种感觉就是 不是那么的自然 可是当我觉得有一天 过年要回去的时候 我后来就觉得我很开心 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很想赶快回去找我的婆婆 因为那种开心是 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她就莫名其妙就很开心 没有而且没有压力 然后到我 到我婆婆见她的时候 我看到我婆婆 我马上眼泪飙出来 然后哭出来 我会觉得说是这个心法的作用 还是就是 就是因果的关心 让你因为心法 你把她释怀 把她抚平了 我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 在超航里面 在我家庭的方面 可以帮助我这么多 那再来在我的工作 真的是也帮助太多了 我觉得在这样 这么景气 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是做业务的 那业务最主要就是我的业绩 那因为生活环境的影响 一定会多少影响到业绩 可是你知道吗 在超航实习以来 真的业绩没有影响 反而会越来越好 因为在这里实习真的 我们能量提升之后 相对智慧摩集观 会因为导师的引力 还有我们每天 我们常看的书 然后导师的 如法实修的一些功课 带给我们 就慢慢的开启我们的智慧之后 很多事情真的就可以去处理 那我觉得说在这里学到的就是说 今天我还没有在超码之前 我刚很多的点没办法通 可是透过超码的一些方法 跟你所看的书 还有听很多家人和分享的共证 你会觉得你的邏輯观 会慢慢因为这个共证 他慢慢去给他打开 就很妙 然后慢慢打开之后 很多的事情 红尘经一来 你的课题一来 真的都可以一任而解 只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那个 新的心思去触动的那个点 那个根源点 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在超码 真的是太妙了 然后他又记得最深的一次 都在我工作上 因为我老板给我一个目标 结果我达到某个目标 他要配车给我 我那时候很开心 想说 这种景气 他给我借了这个目标 我怎么去达成 然后我就抽了这个 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富有钱 他的富有卡 然后他引领我 我也不知道我们原来富有钱 那本书里面 有一个超级销售心法 他就引领我去看了 那一个超级销售心法 我也去做了 那做完之后很妙 我记得业绩也突破了 也达到了 你看超码这么多的配备 真的一讲好好去用 会非常收费真的非常的多 那现在我在我的工作的职场上 我的店家跟我的客户 其实很多的问题点 当你懂得去引领他们的时候 你的业绩莫名其妙一直来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正知正确 把好的观念 然后我们会运用在我们职场上 我们会去引领他做到对的地方 引领他到对的位置 很妙喔 变成有一种爱出爱法 然后他会觉得说 你讲的有道理 就会突破他原来的 就像美丽一样 有点原先没有的那些智慧 可是我们帮他去做一个引领 一个开导的时候 相对 他还突破他当下的一个困难点 他们店里的那个业绩也好了 那相对是不是也受惠到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是 好好去运用我们超马系统的一些配备 真的会非常的棒 那你看家庭 把你改善了 工作也很棒 那再来最大的受惠真的就是你自己 我觉得说在这里 我们学到的不是只有一些其他方面 其实我们这边有分主产品跟副产品 那主产品就是我们的领命提升 那副产品的当然就是我们要的金钱啊 还有家庭啊 幸福啊 他就一直的来 那当然如果需要这些全方位的圆满 真的只要你打开心门 这些真的都是不是属于你的 那我最近在这些配备呢 我最近看到一个德财清风年 他在八十八页有一则 他说独具心和慧眼 取找黄金机会 储备正能量 那这边也写呢 成功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呢 他都会秒秒随时做好准备 那当他准备齐全事件的事情 就可大可小 其实只要将好事的data扩大 在生活中就极可丰盛了 所以这个准备就是我们在超级生命 要学习的一些配套 譬如说我们的转念 还有我们的营造 反求诸己 还有提升智慧 还有我们的逻辑思维 这些只要你好好去运用 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我 很多事情就是你会觉得说 怎么会那么的妙 是两拨亲近的事情 原来你也可以 不是只有听你来讲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把心打开 好好去学习 你会真的获得很多 那在超级系统是全方位的圆满 那全方位的圆满 在我们的超级生命满系统 也有15大 15项的大圆满 那这15项的大圆满 真的也是需要靠你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起来 把心打开 好好的用心去学习 这个大圆满 真的会是属于你的 所以我们3月13、14 有一个圆满爱 邀你幸福 大场宏图 这一场真的要好好去把握 搞不好去邀约我们的 善良有缘的朋友 一起来 他们幸福 我们也幸福 然后我们最近不是要推广 祝福 祝福的那个小本的册子吗 当你把祝福送出去的时候 那我地球一圈 最淡的受惠者是谁 真的就是自己 所以在超级系统这里 非常非常多 就是 都是一个智能量场 一直在巡回 只是你懂不懂去用它 你要不要去抓住 要不要去用心 要不要 懂不懂要去 真的好好去把握这个契机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点 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像我们一月 像明天大型的感觉 又来了 所以真的 赶快邀约 那我们幸福列车 一直不断开开 开到三月份 那北中南都会有 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 真的就是 赶快去邀约善良有缘的朋友 一起来 那我们只要 因为我们 然后发功发乐 也引导他们 透过他们也发功发乐 去影响很多的人 真的 你不觉得 这个世界会变得很好 美好 然后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地球 因为现在真的太乱了 捕捉二世里面真的是太乱了 要靠的是谁 是我们这些小坚军 真的大家就是一起来 在座也都很重要 好 那我先分享到此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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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